大家好,我是小和 2012年7月12日 俄罗斯警方在伊热夫斯克郊区 找到了失踪两个月的美容院女老板 叶卡杰琳娜 她的身体被丈夫分割成了酒块 装进了垃圾袋 丢弃在垃圾填埋场、树林等地 这桩杀妻命案震惊了当地的所有居民 叶卡杰琳娜是一个漂亮且励志的单妻妈妈 妇人们经常排队找她美容 还抢着给她介绍条件好的男人 大家非常不理解 这样的好女人 为什么会选择和一个贫穷 喜欢偷奸耍滑的渣男结婚呢 而整天在家吃软饭的渣男 又为什么要杀害养活她的摇钱树呢 叶卡杰琳娜被害时刚满27岁 她从小在俄罗斯卡马河畔 齐尔尼长大 2005年 叶卡杰琳娜和丈夫结婚 并在一年后生下了可爱的女儿 然而 好景不长 父亲俩因为琐事 最终和平离婚 为了赚钱养活孩子 叶卡杰琳娜搬到了伊热福斯克 试着重新开始 她涉足擅长且喜欢的美容行业 在租来的公寓里 开了一个小工作室 每天拼命工作到深夜 她很快在美容行业展露头角 攒钱开了自己的美容美发沙龙 顾客络绎不绝 有些人宁愿排好几星期的队 都要让叶卡杰琳娜给自己美容 久而久之 叶卡杰琳娜也认识了当地一些比较有名 或者比较富有的人家 他们看见叶卡杰琳娜单身带着孩子 都很热心的给她介绍对象 但耐不住叶卡杰琳娜思想坚决 全身心的投入工作 对他们关于结婚之类的话题 完全不感兴趣 直到2007年 一个叫阿列克谢塔塔金的男人 出现在叶卡杰琳娜的生活中 阿列克谢是个出租车司机 守候基本没有什么积蓄 更没有太高的社会地位 他清楚 以自己目前的实力 很难追到叶卡杰琳娜 所以 他决定编造身份 说自己是学计算机出身 现在是多家大公司的系统管理员 开出租车 纯粹是因为爱好 他还吹嘘说 自己有着两所大学的学位证书 但实际上 他连一个证书都没有 不管叶卡杰琳娜信不信 阿列克谢的谎话 他当时都没有想着要谈恋爱 但耐不住 阿列克谢的死缠烂打 他只要有时间 就黏在叶卡杰琳娜身边 不是送他上班 就是送他孩子去幼儿园 或者帮他修修电脑 送他去见见父母等等 岳母者差不多获得了 叶卡杰琳娜的信任之后 阿列克谢进入到了追求的第二阶段 获得同情 那天 阿列克谢毫无征兆地走进 叶卡杰琳娜的办公室 哽咽地说他离婚了 因为他抓到了前妻和情人在一起 前妻的亲戚还趾高气昂地告诉他 说前妻生下来的孩子不是他的 他想找前妻理论 但之前在车臣服役时 为了执行任务 头部受伤 如今总是头疼 没有精力和前妻周旋 更何况夫妻一场 他也不想和前妻闹得太难看 如今他孤身一人 每年唯一的未尽 就是去战友的坟墓上 和战死的战友们说说话 当然 阿列克谢说的这些话 无一例外都是编造的 他根本没有参过军 更不可能受伤 前妻也没有出轨 但不管如何 叶卡杰琳娜信了阿列克谢的人设 特别是在一段时间后 阿列克谢突然从车站打了电话 扯谎说 他的钱包文件什么的都被偷了 善良的叶卡杰琳娜立刻放下手边的事情 冲过去把阿列克谢接回家 还贴心的照顾了他一周 这一周时间里 阿列克谢使出了浑身解数 终于让叶卡杰琳娜同意了约会 他丝毫没有怀疑过阿列克谢 但阿列克谢谈了没几天 骨子里的毛病就绷不住了 为了讨叶卡杰琳娜的欢心 他居然偷走了叶卡杰琳娜 钱包里最后的一千多布 给叶卡杰琳娜买了一大捧玫瑰花 叶卡杰琳娜看到花时有多开心 知道真相时就有多生气 阿列克谢恬不知耻地拿走了他最后的钱 那是他专门攒着给孩子买日用品的 现在 钱换成了不能吃不能穿的花洞 叶卡杰琳娜的崩溃可想而知 但阿列克谢自己不觉得羞愧 他甚至觉得自己浪漫极了 真是世界上最浪漫的男人 他飘飘然 趁热打铁让叶卡杰琳娜和他同居 叶卡杰琳娜先是拒绝 可阿列克谢唯一的特长就是缠人 24小时缠着叶卡杰琳娜 硬生生的耗时间 直到他同意为止 等同居没几天 阿列克谢的心思又活络了起来 缠着叶卡杰琳娜要结婚 他三次向婚姻登记处提交了申请 不过由于叶卡杰琳娜一直拒绝 错过了指定的时间 登记都没有成功 阿列克谢别的事情干不下去 但在结婚这件事上 却能持之以恒 他绞尽脑汁 针对叶卡杰琳娜的性格特点 继续卖才 他假装自杀 对叶卡杰琳娜说 他现在已经被世界抛弃了 没人需要他 如果叶卡杰琳娜也不愿意接受他的话 他都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 是什么 2011年8月30日 叶卡杰琳娜和阿列克谢登记结婚 两个月后 叶卡杰琳娜卖掉了和前夫离婚后 分割了财产中的一辆卡车 拿着钱和现任丈夫阿列克谢前往莫斯科 买了三辆二手车 叶卡杰琳娜打算让阿列克谢 把这些二手车修理修理 再卖出去赚差价 起初前两辆车卖的很顺利 虽然钱没有想象中的多 不过也算是小赚的一笔 可第三辆车不知道为何 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阿列克谢说 他被买家给骗了 那骗子开走了车 却没有给他钱 叶卡杰琳娜不傻 他知道阿列克谢在卖车时 偷偷的抽了一部分钱 装到了他的私人金库里 但他没想到阿列克谢胆子这么大 居然敢直接把卖第三辆车的钱 全部私吞了 叶卡杰琳娜第一次非常严肃的 向阿列克谢发了火 逼着他写了账40万卢布的欠条 可没几天 叶卡杰琳娜就接到了银行的电话 说他已经好几个月没还车贷了 如果再不结情贷款 汽车将被收回 叶卡杰琳娜懵了 结婚前他确实买了辆车 一直在按时的缴纳贷款 但自从结婚后 他就把这件事交给了丈夫阿列克谢 只每个月给阿列克谢一次钱 具体的手续他再也没有操心过 没想到 阿列克谢居然一次都没有给银行交过钱 按理来说 银行受不到贷款 是要打电话亲自通知到本人的 可阿列克谢居然想方设法 把叶卡杰琳娜的联系电话改成了自己的 他告诉银行 说妻子出了车祸正在医院 有什么事情联系他就行 他们家现在手头紧张 但一定很快就能还钱 阿列克谢说的很好 实际上刚挂了电话 就把此事抛之脑后 一毛钱都没还 全拿去消费了 叶卡杰琳娜能怎么办呢 他只能加班加点的工作 每天把时间搬开用 不停的接待顾客 直到凑够了汽车贷款的钱 给孩子缴纳了幼儿园学费之后 他才能稍微的喘息一下 在金钱上面 阿列克谢是一点都靠不住的 家里的东西 大道汽车 家具 小道卫生纸 牙膏等 都是叶卡杰琳娜一人付钱 即使偶尔出去咖啡馆 或者餐厅约会 叶卡杰琳娜也总是买单的那一个 一旦叶卡杰琳娜表现出不满 希望阿列克谢也能为家里付些钱时 阿列克谢立刻就变了脸 胡乱的指责叶卡杰琳娜出轨 用毫无证据的攻击 来防御叶卡杰琳娜的指责 有一天 叶卡杰琳娜出门谈生意 话说到一半 突然接到朋友电话 说有人登上了他的社交账号 发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叶卡杰琳娜立刻反应过来 正是阿列克谢入侵了这个账户 叶卡杰琳娜整个人都无语了 他也死心了 他此刻终于意识到 和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 是说不清话的 他告诉母亲和朋友 他真的是后悔再婚了 明明都是经历过一次婚姻的人 怎么还是被这么渣的男人给骗了 可结婚容易 离婚难 2012年2月 忍无可忍的叶卡杰琳娜 和阿列克谢分居 提出离婚 但平坚的日子没过几天 叶卡杰琳娜就发现 阿列克谢贼心不死 不仅继续黑他的账户 还偷偷复制了他公寓的钥匙 趁他不在时 潜入进来搜查 2012年5月27日晚上6点之后 叶卡杰琳娜突然失踪了 他母亲给他打了一夜的电话 都没有人接 第二天 叶卡杰琳娜依旧没有回复消息 也没有去上班 忧心忡忡的母亲实在担心的不行 连忙坐车来到叶卡杰琳娜的公寓 公寓门关着 房子里的灯亮着 电脑开着 音乐声悠扬 整个场景看起来 就像是叶卡杰琳娜有事出门 很快就能回来的样子 公寓附近的摄像头显示 2012年5月27日下午3点40分 叶卡杰琳娜把车子停在了院子 走进屋子 丈夫阿列克谢正站在公寓门口等他 和往常一样 阿列克谢不知道从哪里听来消息 非说叶卡杰琳娜和别的男人有一腿 两人大吵了一架 而这也是叶卡杰琳娜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此日 阿列克谢打电话给厨师朋友 说她的手臂骨折了 现在在医院包扎 做事不太方便 得朋友过来帮个忙 朋友还以为是什么苦力活呢 原来只是帮助阿列克谢从银行里 提取十万卢布的现金 两人一起去了最近的购物中心 但阿列克谢走到门口 就各种找借口 死活不愿意进去 非让朋友自己过去取钱 他生怕监控录像拍到他 好在银行的记录非常清晰 钱的确是以叶卡杰琳娜的名义取的 与此同时 找不到女儿的母亲 百般无奈之下 打电话给女婿阿列克谢 问他知不知道 叶卡杰琳娜的去向 阿列克谢表现的相当冷静 他语气淡然的回答说 他也不知道 叶卡杰琳娜会去哪里 毕竟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过了 要是母亲实在担心 他等会可以过去 叶卡杰琳娜的公寓里看看 阿列克谢说的挺上心 但母亲知道 这人一贯的靠不住 他想办法联系上了 女儿的两个朋友 他们一个打电话给伊热夫斯克市的太平间和音乐 问这几天有没有遇到名叫叶卡杰琳娜的女人 一个去警局提交了失踪人口报告 从那时起 大规模的搜索行动开始了 整个城市的志愿者们都动了起来 伊热夫斯克市的边边角角都贴满了叶卡杰琳娜的照片 朋友们甚至向灵媒求助 看通灵者有没有什么线索 当然 整个过程中也难免遇到假消息 有人说看见叶卡杰琳娜被人关在乡间别墅里 还有人说在赌场看见了她 叶卡杰琳娜找不到了 作为丈夫的阿列克谢 自然而然的受到了调查人员的怀疑 警方连夜把她抓进橘子 审问了两天 阿列克谢嘴很硬 始终坚称和叶卡杰琳娜的失踪无关 说她什么都不知道 警方虽不相信 但确实没有能够证明她有罪的证据 因此警方只能把她释放 阿列克谢回到家后 立刻关掉了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 切断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警方找来找去 依旧觉得阿列克谢的嫌疑最大 比如 有人说他们看到叶卡杰琳娜失踪那天 阿列克谢开着车出去 也有人说 在阿列克谢的车上 发现了叶卡杰琳娜的血迹 但警方 均没有找到能和这些证词相对应的证据 他们想办法再次拘留了阿列克谢 起初 阿列克谢还是以前那副样子 但2012年7月12日 在警局熬了两天之后 阿列克谢出乎意料的 在警方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的情况下 承认了谋杀 他说 他最近总是梦见妻子叶卡杰琳娜 他实在扛不住压力了 他对不起妻子 他想赎罪 这对警方来说 简直是意外之喜 因为到目前为止 警方始终没有找到任何无可辩驳的证据 其中大部分借接证据都不够有利 但即便如此 警方也不觉得阿列克谢是真的想赎罪 他的自首大概率是为了减轻刑罚 据阿列克谢所说 2012年5月27日 案发那天晚上 他一直在公寓里等着叶卡杰琳娜回家 他想和妻子和好 结果一见面 还是忍不住和以往一样吵了起来 叶卡杰琳娜指责他 明明已经分居了 就不应该黑镜他的社交软件 偷窥他和别人的聊天记录 而阿列克谢则质问他 到底是不是在外面谈了别的男人 两人吵得越来越凶 怒火伤头的阿列克谢气冲冲的跑到厨房 拿起刀直接捅向了叶卡杰琳娜的胸口 叶卡杰琳娜立刻倒地 阿列克谢顺势坐在地板上 把妻子的头放在自己的腿上 一眼眼地看着妻子走向死亡 大约十分钟 确认叶卡杰琳娜没有呼吸之后 阿列克谢拿起刀开始切割 然后把分割的肉块 分别装进九个袋子里扔掉 隐藏谋杀痕迹 后来 叶卡杰琳娜的邻居告诉警方 案发内外 他们似乎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尖叫声 持续了大概三到五分钟 声音时不时到会低沉一会儿 好像有人用手捂着嘴一样 紧接着 他们听见水管打开的声音 水流了好几个小时才停下 按照情况来看 阿列克谢犯下的罪行 似乎都是谋划好的 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给自己 创造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他捅上了妻子 却没有叫救护车 甚至都没有试着拯救妻子 而是在确认了他的死亡之后 将妻子分装成九个垃圾袋扔掉 之后 他用叶卡杰琳娜的手机发了两条短信 假装叶卡杰琳娜和他朋友通信 迷惑警方的调查 案发当晚九点左右 阿列克谢把装有妻子的垃圾袋放进车里 分别埋到了不同的地方 有些在村庄旁边 有些在垃圾填埋场 有些在树林里 还有些沉在水里 阿列克谢认罪之后 一切都好办了 法官仅用一个半小时就宣布了判决 认定阿列克谢犯过失之人死亡罪 对的 没错 不是故意谋杀罪 而是矫情的过失之人死亡罪 法院对此解释说 虽然阿列克谢杀害了叶卡杰琳娜 但他没有明确的计划 这是一场没有预谋的谋杀 阿列克谢最终被判 九年六个月监禁 但据阿列克谢的妹妹所说 阿列克谢向来不是什么好人 他曾有过一段婚姻 生了三个儿子 当他遇到叶卡杰琳娜的时候 他什么都顾不上了 立刻抛弃弃子 去追求叶卡杰琳娜 他是开了个汽车修理店 但赚得远远比不上欠的 到目前为止 他至少欠了五十万卢布 除此之外 三个儿子都由前妻抚养长大 阿列克谢多年来 硬是一毛抚养费都没给 根据法警的说法 阿列克谢欠下了 差不多六十万卢布的 子女抚养费债务 目前 阿列克谢大概率已经被释放 他或许正自由地活在某个地方 像以往一样 扯着谎言 向别人夸大他的困难 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 等候着下一个可怜的叶卡杰琳娜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按键的全部过程 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